我們台灣人去 中文的普通話跟遊戲 也就是海藝啦 都買通 我自己是覺得去的時候 溝通沒有什麼障礙 覺得好像回家一樣 東西超像的 一走進去有凍子啊 那種什麼小飛機餅乾喔 對對對 然後擺很多 招牌也都是中文啦 就很像我們的菜市場會有的東西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歐咪幹什麼 我是天鳴 歐文 我們從馬來西亞回來也一個多月啦 我們這支影片想跟大家討論分享 為什麼台灣人不愛去馬來西亞呢 那我們在滑手機的時候 看到KK隊有分享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它主要就是 針對2022解封後的台灣 我們台灣國人出國 想去國家的排名前10名 前面的4名我都覺得很正常 日本 韓國 泰國 港澳 但是我覺得從第5名開始就有點奇怪 第5名是新加坡 就是你單看的話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是歐洲 美國 菲律賓 澳洲 然後馬來西亞電地 可是他跟新加坡不是連在一起嗎 對啊 他們坐巴拉斯都可以直接到啊 他們排名也分太開了吧 對 一個第5名跟一個第10名中間差了這5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兩個連在一起的國家 為什麼有這麼大懸殊的排名 因為我以前是做旅遊業的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台灣的旅遊業者習慣把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包裝成一個旅遊商品 旅遊業大部分會比較傾向於新加坡進去的飛機 因為台灣飛新加坡的搬機比較多 在我那個時候做的時候了 所以很多旅遊說新馬土日遊 馬新比較少聽見 偶爾也是有 新加坡的旅遊資源我覺得是相對比較少的 地方也不大嘛 我覺得排個一天 如果要玩環球的話排個兩天 我覺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排名有問題 因為這幾個國家啊 我們是除了菲律賓以外其他都去過了啦 我覺得這個馬來西亞不該這麼後面 所以我們今天來平反一下 我們今天影片有整理了一些 行前建議跟旅遊心得 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首先第一個 它沒有時差 沒有時差就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哦 比如說像日本泰國嘛 早一個小時晚一個小時 有時候你鬼打場的時候 你就會記錯時間 然後再來是馬來西亞這個飛行時間 比較久一點 因為如果說正常的話啦 大概都要飛到五個小時 泰國第三名的國家嘛 它只要飛四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硬傷 就是比較遠嘛 會多少影響大家出行的意願 我做一個小時就有差 我覺得泰國跟馬來西亞這兩個國家 其實他們的旅遊性質是高度重複的 他們都是東南亞國家嘛 飲食習慣我覺得部分也都蠻像的 因為泰國其實華僑也非常多 已經跟中國連在一起嘛 我覺得這兩個國家性質這麼類似 但是馬來西亞會排在第10名 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整個國家的政策 對於觀光產業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也跟馬來西亞的國慶有關係 因為畢竟有三個種族嘛 所以或許在一些政治因素上啊 還是一些國家決策上 可能就沒有辦法來得這麼的開明 因為相較於泰國嘛 你看泰國連大媽媽都開放了喔 這個不開明嗎 而且泰國有很多針對觀光的元素 像恰突牆那種啊 然後還有喬德夜市 這個是我們現在台灣人很愛去的一些景點 我覺得泰國很擅長包裝它的旅遊業 他們也有這個資源 就像旅遊這種東西 你離不開黃 賭 賭嘛 你看泰國黃有多好玩 說有多好玩 說有多好玩 對不對 烤山路啊 束困藝啊 那拉普拉扎那種地方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賭嘛 泰國有官方賭場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官方的啦 但是地下的肯定是一大堆 然後再來就是賭嘛 賭就很明顯嘛 開放了嘛 對嘛 大麻都開放了嘛 自然賭的嘛 馬來西亞就是相對迎風保守一點 所以我覺得沒有辦法啦 這個就是先天條件 我覺得這兩個國家的人都很可愛 都很有善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這兩個國家的人都是有一定的同教信仰 像泰國就是一個佛教國家 馬來西亞有三大種族嘛 印度教 印度教跟佛教就很接近了嘛 因為他們其實是同樣的東西在分出來的 然後華人的佛教 道教跟馬來人的穆斯林 這三個宗教他們是不會衝突的 因為像基督教跟天主教 這兩個教義 整天就想要幹死對方嘛 因為他們的教義就是說 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比較相信 其他人都是假的 佛教 印度教就是世界大同嘛 大家好來好去嘛 我覺得就融合得很好你知道嗎 大家都維持在一個很剛好的平衡 所以我們自己去的時候 覺得說那邊的人都非常的友善 對觀光客來講 我們遇到的房東 還有清潔阿姨 甚至路人喔 還有我們的Grab司機 那我們在搭Grab司機的時候 有時候司機就會主動問我們說 欸你們去哪裡啊 喔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在這邊玩要注意什麼事情啊 之類之類 因為他可能聽到我們用中文在溝通啦 真的給了超多建議的 真的 我們搭每一個司機啦 只要他會講中文的話 他都是主動跟我們講話的那一個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在Pavilion 那個時候也有遇到一個坐輪椅的大姐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是在找說要怎麼去四樓嘛 然後那個輪椅大姐就直接跟我們說 你們要搭Softi啊在那邊在那邊 我們做影片的時候沒有發現 是後來我們影片上傳之後 我們就大概就只有放那個一秒 那個大姐幫我們直錄的畫面 對 而且那個還遠遠的畫面 對 馬上就被認出來了 有網友跟我們分享說 那個輪椅的大姐 他是之前殘奧的國手 然後他現在就是在那個附近 就是賣一些口香糖啊 衛生紙之類的小東西 但是我們就回想 他那天來跟我們搭話 他沒有要賣東西 他就是很單純的想幫助我們而已 對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 我們遇到的人都超nice的 那語言的話 我們台灣人去 中文的普通話跟 也就是海義啦 我自己是覺得 去的時候 溝通沒有什麼障礙 那如果你用英文的話 當然是更沒有問題啦 我覺得唯一的小問題就是 我們點餐的時候 菜單上面如果是馬來文 我們就沒辦法了 對 但是因為我們去餐廳 大部分也是觀光客會去的 所以你跟他要 英文菜單目前是都有 對 應該也是有 但是讓我感覺到 語言上最友善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ICC普渡 因為那個市場本身就是 華人的 小市場 然後裡面都是華人在賣的東西 所以站在裡面 完全就沒有這個問題 一到ICC普渡 我覺得好像回家一樣 東西超像的 一走進去有凍子啊 那種什麼小飛機餅乾 對對對 然後擺很多 招牌也都是中文啊 就很像我們的菜市場 會有的東西 貢獻其實設計的也很像 因為它就是 中間有一區是給人家洗手的 然後商家是圍在外面的 這個跟台灣很多的那種 新的傳統市場 布局是很像的 對 好像台灣百貨公司 美食街 他們也都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都感覺蠻熟悉的 可是我們遇到很多路人 就是跟我們聊天啊 或者是我們有跟他問路的話 他都會順便再問一句 北京來的嗎 不只一兩個哦 兩三個 問我們的第一句第二句話 大概都是北京來的 北京來啊 蛤 北京來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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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口音很像啊 我也不太知道 還是說北京去的人很多 我們自己覺得不像嘛 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分得出來 對於他們可能就分不太出來 這個就好比我們台灣有哪個地方的槍 像台中人他們有台中槍 但是他們自己不會這樣覺得 台中槍超明顯的啊 台中人就不會覺得說 欸我有什麼台中槍 我覺得我們講話都很像啊 再來是簽證 台灣的護照是免簽的哦 不得不誇獎一下 台灣的護照 目前已經有171個國家是免簽的 幾乎是創行無阻 但是馬來西亞在這兩三天也有開放 對中國跟對印度的免簽 所以我覺得現在全球 因為疫情之後的復甦 大家對於觀光產業的開放力度都加大了 就跟泰國一樣 泰國也開放了台灣跟印度的免簽 泰國跟馬來西亞有很類似的地方 就是他們都針對印度這個地方開了免簽 畢竟印度是全世界人口第二度的國家 而且印度正在經濟起飛 他們的人變得有錢 會出國了 觀光產業是一個對於國家來講 幫助很大的事情 因為觀光你只要人來了 他們去參觀你的人文 人文這種事情是不需要花成本的 當然剛開始一定會有居民抗議 一定會說 現在開放這麼多外國人來 我們這邊生活品質變得很差 就跟以前我們中國人最多來台灣玩的時候 那個時候走到哪都是人 很討厭 很討厭 但是經濟也相對的很好 對 台灣的旅遊業因為陸客在起飛的時候 我們都有經歷到 相信那個時候老闆是賺得盤滿薄 再來是物價 超級便宜 食衣住行娛樂 我跟你講台北北的半價不誇張 大概10塊令吉 你就可以吃到一碗麵 而且那個麵料超多 多到滿足的那種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在KLCC旁邊的那間餐廳 喔 賣咖哩的嗎 就是那間印度料理 哇 它真的很誇張 它就在KLCC的旁邊而已喔 但是我們那一餐吃下來 居然不到台幣200 這個在台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KLCC應該是好比我們台灣的101吧 你要在101旁邊 兩個人吃一餐不到200 而且我們吃滿飽的嘛 我覺得很驚訝 我跟你講喔 在101附近一個38買100塊 然後買衣服嘛 我們在Pavillion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去逛那個Pattini 不只是女裝啦 它什麼都有 那我也買了幾件衣服 很便宜喔 磅數很高的那種T恤 一件賣20令吉 150塊台幣 你去UNIQLO喔 這樣的磅數喔 大概都是賣什麼580之類的 誇張 女生的話買起來咧 它的價錢其實 也差不多一件都大概台幣200多 但是我覺得它的色氣都很好看 如果在台灣是那一類型的衣服 可能要賣到五六百之類的 你好像也有買到毛衣喔 有 我有買到一件 那一件毛衣 也就是200多塊的事情 200多塊買毛衣感覺很狂 而且我們買這些衣服的地方 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全馬來西亞吉隆坡 最熱鬧的地方的百貨公司裡面 我在挑衣服 它應該就很像我們的東區 我覺得是信義區 甚至喔 是在微風裡面 你買一件衣服 只要150塊台幣的感覺 那真的很划算 因為台灣只要是在商場裡面 它的最低最低可能 打完只還要五六百 差不多 跟那邊不用 實在 而且更誇張的是 我們買完帕地米之後 然後我們就走到地下一樓去 發現那邊還有更便宜 也是差不多款式的衣服 我們下次要再去光那邊 那邊感覺很適合挖寶 就我很驚訝 馬來西亞 在光街這一塊也可以這麼好玩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因為我覺得它相較於泰國 我覺得它品質再好一點 因為泰國我們那個時候 是去那個 恰都恰市集 恰都恰市集東西很便宜 便宜到不行 但是品質都不太好 你可能要預設說 你這個衣服可能穿個一次兩次 它就要破掉了 因為恰都恰如果你要品質好的話 可能價格也是會跟台灣差不多 像我上次不是有去一間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的店 我那時候買兩間 不就也七八百塊的事情了 所以那個購物環境 有冷氣 而且走起來舒服 然後燈光明亮 有廁所 而且市一間很大間 而且你逛累了 旁邊還可以坐著休息 對 他們椅子不吝嗇的 我覺得擺的蠻多的 還可以接受 再來就是住宿 便宜到不行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真的很划算 我是覺得我們住的那個空間 它已經類似一個小套房了 已經比小套房再高級多了 還有泳池 還有健身房 還有SPA 一個晚上兩千塊台幣 裡面還有洗衣機 舒服到不行 頂多就是沒有room service 但是走路兩分鐘 旁邊就有百貨公司 不然你就叫Grab 對 它叫Grab 它可以直接騎進來 它到一個不會淋到雨的地方 你可以跟它面交 不然它也有一區就是可以直接放在那邊 然後可能到了之後 通知你下來拿 就都很方便 你穿個拖鞋 你就算下雨也不用帶雨傘 你下來拿上去就可以走了 我覺得 台灣人現在真的是 有錢台灣國旅 像我們這種小資族 出國玩還比較省 而且我們不是有看到網友留言嗎 他說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還不算是豪宅 但是對我們來說 那個已經是非常豪華的素素了 我都不敢想像喔 如果我在台灣譬如說住四星級飯店好了 一個晚上要五千塊上下 我五千塊上下 我拿去馬來西亞 我可以住什麼樣的飯店 我不敢想 總統套房 而且不論那個飯店喔 我們單就Airbnb來說 台灣的Airbnb 你兩千塊的價錢住到的品質 也不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Airbnb 它的那個生態很畸形的地方 台灣的Airbnb大部分的房源都是老房子 這五十年它的外觀紀錄已經跟古蹟一樣了喔 它一個晚上要賣兩千塊 我們都覺得 台灣的旅遊業會經營的困難 真的都是那些業者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去馬來西亞訂飯店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那你要注意 你的飯店附近有沒有清真寺 因為穆斯林他們會做禮拜 做禮拜的話 他們一天可以最多做到五次 那他們附近就是會有廣播 最早的話 凌晨五點大概就開始了 所以如果說你的睡眠品質不好 很容易被吵醒的話 那你要注意 要避開 那我們住的地方有嗎 看得到但是聽不到 那應該蠻遠的 因為我們是住六樓 六樓算是比較低的樓層 但是它距離我們還蠻遠的 不然就是你們要調高一點的樓層 飯店應該都不會啦 因為飯店的隔音應該都比較好一點 再來就是租行 我們這次移動的話都是搭Grab 不服 沒移 方便 有一個小小抱怨的點 馬來西亞交通很可怕的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道路規劃 我覺得可能沒有到很完善 他們感覺好像是先有城鎮 這道路再延伸進去 所以堵車的時間變得非常的久 紅綠燈的時間也很久 就可能是說你主幹道跟知道要匯流進來的時候 那段時間都等超久的 因為我們很常搭車的話 司機都是到一個地方之後 他就會問我們說你們可不可以先下車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接受啦 因為其實用走的沒有多遠 但是你坐車就非常遠 然後再來是遇到老司機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有一次就遇到菜鳥司機 我發現馬來西亞它很多路都是要繞 捷徑繞小路才會走得快 然後如果遇到菜鳥司機的話 他不知道這些路就開始亂走了 喔對 我們在台灣我們用的最習慣的導航 就是用Google Map 馬來西亞的話 他們當地人習慣用的是位置 他們用的那個位置喔 他們有個問題 他們開啟的時間非常久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導航的司機 他們大概都有兩三隻手機在用 一隻負責接單嘛 那另外一隻就負責導航 我們上次遇到那個司機 他就是一直用 位置跟Google Map在做切換 因為他在找路嘛 他用位置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有亮那個藍色的畫面 亮超級久的 這就很尷尬 Google Map快 但是他不夠了解馬來西亞的路 位置他了解馬來西亞的路 但是他不夠快 就變成說 兩個都可以互相補足 但是就是會拖得比較久 然後他們的機車 是可以上高速公路的 因為在我們的理解裡面 就覺得高速公路速度很快啊 然後你機車上去 畢竟是肉包鐵、鐵包肉的差別 對 而且我們看馬來西亞它的高速公路 他們也沒有把機車跟汽車的道路分開嘛 他們是一起的 他們可能也有快車道跟慢車道啦 但是我們看到摩托車都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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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從機場到市區的時候 還遇到有發生機車車禍事件 哦 撞得很慘勒 我記得那個司機大哥他就說 摩托拉 有是摩托拉 因為那時候開大半突然慢下來停住了 然後那個大哥一看到就說那是機車事故 摩托拉拉 感覺好像還蠻常發生的 再來就是吃啦 吃的話馬來西亞絕對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國家之一 我覺得基本上只要有華人在的地方都不會難吃 但是馬來西亞有一個優勢 去那個國家可以吃到三種不同道地的料理 華人絕對是全世界最會用火來料理的種族啦 然後印度料理 馬來料理 你去一個地方可以同時體驗到這三種料理的口味 也可以體驗他們的文化 CP值超高 再來就是天氣 那天氣的話我覺得跟台灣的夏天蠻像的啦 馬來西亞好像只有夏天 跟沒有那麼熱的夏天 跟會下雨的夏天 我們運氣蠻好的 就是我們去的那幾天之後 一開始有下到雨 那時候我們也剛好都是在室內 都沒有領到 除此之外天氣都很好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如果一早有下雨的話很棒喔 馬來西亞現在有個問題就是他們 因為印度尼西亞那邊在騷疤嘛 所以它的埋害會飄過來 就是你如果早上下雨的話 空氣中的灰塵會被下掉一些 但是你一到下午晚上那個 騷疤就飄過來就看不到了 能見度差很多 就有一個優勢 去那邊玩你不需要戴厚衣服 行李會空很多的位置出來 可以戴其他的伴手衣 還是可以戴一件薄的外套 因為它一進商場 冷氣超強 再來就是電壓 電壓是220的喔 要注意你的電氣有沒有變壓器 有沒有變壓功能 它的插頭的話 因為他們以前也被英國殖民過 所以他們是英規的 三條線的那一種 記得戴轉接頭 有網友後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不是有去亞羅街去開榴槤嗎 榴槤還有賣那種散裝的 那如果你是敢吃榴槤的人的話呢 會建議直接你開一整顆 一整顆的話它是最新鮮的 這個榴槤它開出來是一房一房的果肉 你要注意店家有沒有漏開的狀況 那時候我們的在開的時候啊 它不是先剖一半 大概有留一些電底 就當做碗嘛 那時候就在想 那個碗下面看起來很大欸 那裡面沒有嗎 有很多網友跟我們說 你們那個下面還有一房 你們浪費了 但是我們不會知道啊 其實我們也不好意思再去叫它開了 因為台灣沒有榴槤嘛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榴槤是 有沒有什麼追責之類的 但是也有網友跟我們分享 那個有些是無良店家的手段 因為你花錢買了一顆嘛 因為它一顆是撤一公斤在賣的 對 那它最後你吃完了你人離開 它再去撿你的殼 把你的那個殼剩下的果肉 剖出來 再當成散裝的賣 我們是聽說的啦 對 我們也沒有證實 只是有疑問而已 下次有遇到的話 再分享給大家 也有人跟我們說 你剩下的你要打開對不對 你就手按住兩邊 用力下去就開了 我現在想試試看 明年去再實測給大家 徒手開榴槤 因為我很喜歡交通工具啦 所以我特別觀察他們的汽車 我發現他們汽車喔 駕駛座跟副駕駛座的後面 都會有一個小掛鉤 但是喔 要培羅杜瓦的才有 嗯 就是它有某一個車款 都是會有那個掛鉤的 那我覺得就是他們的國產車有 做到符合這個地方 人民的使用習慣 我們在車上就是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東西買來想要掛著幹嘛的 對 但是它已經幫你做好了 我跟你講喔 那個在台灣你都要加錢才買得到 那就是我們自己很土怕的去 買那種S型掛鉤 鉤在上面 然後他們的摩托車的長相 很好玩 嗯 他們大部分是半自動擋 有點類似我們擋車跟塑膠車的結合 嗯 那我覺得他們那個車在台灣 應該就賣不好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講究 置物箱要夠大 對對對 腳踏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跑外送啊或幹嘛之類的 你還要在前面再放一個保溫箱 對 再來就是台灣很常下雨幹嘛的 所以裡面一定會放雨傘 還要再放安全帽 如果不放裡面的話會被偷走 這是常用機車的人的心得啦 嗯 我跟你講你在台灣你安全帽掛外面試試看 你買個東西回來就不見了 我以前真的有被偷安全帽 但是我跟你講在南部喔 安全帽掛外面沒關係 你便當掛外面他提走給你看 總結就是我們這次的旅遊心得 我覺得去馬來西亞玩是一件 CP值很高的事情 不管是你的旅遊成本 重點是你花一樣的錢 你可以一次體驗到三種文化 我覺得最值得體驗的是印度文化 台灣人去印度應該工作比較多 去玩的人也有 但是他不會是我們去旅遊會選擇的國家 對 因為他的困難度比較高 對 而且我相信應該大家或多或少 都有看一些國際新聞 就是會有一些治安上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想要體驗印度文化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馬來西亞 我們下次可能也會去 譬如說像他們有一些區叫什麼 小印度區啊 還有什麼印度街之類的 我們下次想要去那邊逛 有沒有人可以推薦說 比較建議去哪邊 交通好抵達的 對 或者是很推薦的印度料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以上都是我們自己的主觀感受